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朋友 请你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 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来 欢迎来宾 时事评论员王上志 上志哥 何荣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国安战略专家 崇文贾教授 大家好 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 沈友中教授 何荣好 大家好 以及革命实践研究院 研究员赖一任 李恩兄 大家好 好 今天首先还是来看 中东最新的局势 根据CNN的最新报道 纳坦雅胡开出了 停火休战的条件是什么呢 CNN在3号报道说 纳坦雅胡表示说 以色列现在拒绝接受 任何临时性的停火要求 除非有一个条件 哈马斯释放所有 目前被扣押的人质 而以色列方面会持续地 封锁加萨走廊 杜绝任何燃料 跟资金进入加萨走廊 现在问题来了 先请教文家老师 持续不断的攻击 要逼使哈马斯说停火可以 前提就是放了所有的人质 但是办得到吗 我觉得是很难办得到的 因为其实在哈马斯 他要去偷袭以色列的时候 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最好的准备 所以他的力气就是人质 人质如果放了 他基本上就 基本上就这些是白搞的 他在攻击之前 应该就先想好了 对 想要怎么应验 那当初我们回头看 当初以色列受到攻击的时候 其实他迟迟没有发动地面战 因为出现了四个原因 第一个当然就是美国的态度 但是他发现美国在安理会上 表现的都是因为他 已经不管人道主义了 就是要所谓的去歼灭恐怖主义为主 加上以色列他们也认为内部的一些压力 他们其实当初他们以色列总理 还认为是国王军的问题 有来突充对责任 但后来他们就整合好了 第三个就是人质的问题 因为人质241个人质 对他们也是非常沉重的压力 况且尤其在美国 节目中我要在很少讲一个问题 其实美国为什么支持以色列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内部的因素 因为美国有犹太人有527万 他是全部犹太人里面的第二多 第一多当然就是以色列570万 所以这527万的美国 在这时候犹太一的美国人 都会主导着美国的一个态度 因此其实这一次 他们全部都支持以色列情况下 以色列是铁了心 你听到美国 你从纳坦雅胡现在讲话来看的话 似乎也是在对美国一个交代 因为布林肯到美国 以色列他去调停 他说美国方面是支持以色列 有自卫权 显然是要支持以色列的 这个立场是不变 但是也呼吁要重视平民的安全 可是有用吗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说 美国方面讲话了 那以色列呢 纳坦雅胡说 可以啊 就是先放人质 现在变成是说 你喊我也跟着喊 怎么办呢 是当然啦 所以现在变成是人质呢 是他们现在唯一能够去绑架以色列 跟美国的 因为毕竟呢 用人质来看 因为美国的人质240里面 包括还有美国人 所以现在他们为什么 他们也会投储机器的原因是说 一旦呢 他这所谓的大大范围的 大规模的进行坑道战 跟所谓殲灭战的时候 跟巷弄战的时候 那这样显然意见的 就会让这个人质呢 遭受到伤害 那所以我看起来呢 这个两方面还是坚持下去 如果再坚持下去的话 他就看不到和平的曙光 好 同样的问题 我也想请教这个上次这个来看 现在讲说 你不放人质我就继续打 可是呢 除了人质的命很重要之外 现在看到是平民百姓 我们这几天也看到说 在以哈交战的前线 来社群平台X 就放了这么一段影片 确实蛮震撼的 他是用第一视角 就是好像似乎是 像我们看到一个GoPro 放在这个头上呢 然后就开始来看说怎么样 由着哈马斯的士兵 然后来攻击以色列的战车 就是看到一个这个哈马斯的士兵 从地道钻出来 然后冲向以色列现在的主力战车 梅卡瓦这个主力战车的死角上面 放上了一枚炸弹 就是要让这个炸弹在爆炸以后呢 那么破坏他们的整个防御的这个系统 然后哈马斯士兵呢 又拿起了RPG来摧毁这个战车 立刻在之后又躲回到地道 当然现在看到这个在前线的火力 是非常的这个惊人 那么现在看到说 虽然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武力是悬殊的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 哈马斯斗志是非常惊人的 那所以上次这个怎么看 说第一线的这个战士 所以我们来看这次这个视频的影响 可以看到这次哈马斯的部分 他们非常懂得善用这些社群媒体 而且在这些战士的实际作战当中 装这个Code Pro部分 我们过去看到的部分是电动玩具 或者是这种BB弹的部分 已经很生理其境了 其实他可以看真实的 把一个坦克炸掉生理其境 相较于以色列当中 他还是国家或者一个正规的媒体的宣传 可是所以哈马斯这个部分 其实扩散性非常非常强 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说 他们在扩散一方面是 哈马斯自己攻击中主动性 身立其境的代入感 二方面他也强调在整个穆斯林思想 他们可是阿拉战士 我们看到可能是恐怖主义 看到恐怖 可是对他们来说 他们在这个当中 企图是营造那种牺牲的神圣性 这个固執性 对 所以这个东西的说服力 跟渲染性很强 可不是以色列 就是说战事上我们看到 以色列当然还是是碾压的 可是哈马斯他们当中 在故事在人心上当中 这一次我觉得看到是相对来说 掌握了一个主控权 而且要特别注意的是 我特别有兴趣 也看到现在在国际华人的 这个网络在探讨很多的 就是地道 也就是说现在哈马斯 这次当中在打仗 我们看到他在地道 在整个加拿大走廊这个地区 他的地道的部分是 难以想象的细密 可不是一个小的这个shelter 这个部分的避难 他最宽的地方是可以站车可以走的 车辆可以运输 而且现在几波 他们现在包括以这一次 他就是很典型的 透过地道的方向 告诉你我多么灵活 我还没有死 我也还不是把炸弹去牺牲 我串出来把你弄了 我还逃了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 这一次有关于这种地道战 以及怎么懂得知道 打以色列这些地道建的秘密妈妈 目前为止以色列已经开始 也透过他们进入地道跟哈马斯作为 我们像看象战一样的地道战 但是以色列的牺牲非常惨重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当然我不认为地道战 可以注意影响尾巴战争 可是你可以看到 哈马斯在刚刚我描述的 这种故事的带入的这种临场感 去描述犹太人或以色列 这种当中的不正义性 然后以及地道战这件事情 恐怕也会让以色列吃足骨头 传递出来的一个讯息就是 哈马斯告诉以色列 说你想要把我打死 想要把我歼灭掉 是没这么容易的事情 现在看到双方都在出招 前线激烈的交战 那战时内阁 就是以色列这边最新宣布的是 以色列正在中断加萨的所有联系 特别宣布说 不会再有来自加萨的巴勒斯坦劳工 而战争爆发当天 在以色列的加萨劳工 会被送回到加萨 战争不是已经爆发了 他们应该指的是大规模的地面作战 全面开战之后 这些巴勒斯坦人就会被送回加萨 这个宣布到底用意是什么 市长以色列过去一直都有招 从加萨地区过去的一些劳工 那主要从事的就是农业跟一些建筑 这次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是以色列希望遣返这些所谓的 从加萨地区来的劳工 第一个是有人会批评说 这些人把他送回战场上 是不是又是在增添了 这个以色列对于这个人道主义这件事情 被大家质疑的一个部分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 这些劳工过去大概有一万八千人左右 但是具体有没有这么多人 尤其是在战争爆发当天 有没有这么多人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那这些人他毕竟就是他的家乡 就是在加萨 所以我觉得从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是对于这些人来讲 送回去一定就是把他送回战场上的 这个说法一定正确吗 送回战场不会引人非议吗 对这个就是问题嘛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如果站在劳工 那些劳工的角度来说 我以色列把你送回你的家乡 这是第一个 也许他们那些人是归心四肩 我们也不得而知 这是第一种可能 第二种是我确实以色列 也可以站在一个要保护这些 类似于难民的这些劳工 因为他等于是战争一爆发 瞬间就变成难民嘛 这些人我到底要不要 继续把他留在以色列 他也在挣扎 所以如果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 我认为他想到的是 我现在要切断所有跟加萨的联系 这些人我没有要去保护他的义务 而且他也必须要面对国内 以色列国内对于这些人 他们的看法 因为以色列现在 他本来就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有民族主义的一个国家 这些人他本身就不是以色列的公民 所以过去我可以为以色列提供经济建设 但现在战争爆发了 而且这些人 当然我相信 以色列过去在发签证的时候 一定会做很严格的背景审查 这是绝对的 所以我不认为说 会不会担心这些人是不是 哈马斯 然后这个偷渡到以色列 我不相信是这个观念 这个选择 当然我认为的是 以色列是希望切断所有 我现在境内有可能跟加萨 有任何联系的因素 现在看起来 就是说以色列好像是吃了秤头铁了心的 打就是打到底 一定要打到一个段落 然后呢 达到他原先所说 殲灭所有哈马斯的最主要 当时出兵的目的 可是CNN也报道说 在以色列军队这一连串的行动之下 包括最近美国总统拜登 然后国防部长奥斯丁 还有现在又去以色列访问的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都在最近跟以色列官员私下谈话的时候 不约而同都表示说 外界的停火声浪 对于以色列国防军打击哈马斯的军事行动 会造成严重的战略后果 现在全球都在呼吁人道考量 人道考量 注意平民的伤亡 拜登政府的 对于以色列的态度 会不会因此被迫转向 因为刚才文家老师约略提到了一些 其实拜登现在对外对内 尤其是对内 他要考虑是选情 因为最近也听到川普的立场比他更极端 不断的就是支持以色列 而且说以色列是正义之师 选举当然有关 那么强大的国际政治压力 怎么样会让以色列屈服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问题 一旦拉到国际层次来看 当然就会变得很复杂了 那就像刚刚主持人何龙提到 就是说人道主义的压力底下的话 包含欧洲在内 或者说其他的国家在内 对于以色列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我们甚至看到说 不只是在联合国 或者说是在一些国际的组织 跟会议上面提出了停战的一个呼吁 甚至也有一些国家比较激烈的 是做出了断交的动作 比如说南美洲的几个国家 对 后来也有一些国家甚至是 就进入到了跟以色列宣战 可能就是宣而不战的这样子的情况 比如说像叶门 所以我是觉得说某种程度来讲 这边看到对于美国的压力来讲 是两个层 甚至说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在于说 它是不是会破坏 如果持续的这个战争下去的话 会破坏美国的全球布局 这是他所提到的严重的战略后果 他不是提到这个战争的后果 是战略的这个后果 所以美国看的是 整盘的国际的棋局 那如果以色列只是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坚持 以色列有他自己的考量 他看的不是全球 可是美国看的是全球 他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会不会影响到俄务战争 会 会不会影响到印太的布局 会 因为他都必须要调动军队 还有调动他国内的一些物资等等 这个是一个层次 那再来第二个的话 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如果某种程度来讲 也影响到了国内的选情的话 这个对于美国来说 或者说对于拜登个人的 这个选举的布局来说 是不是也打乱了他的选情的一个步调 他现在民调已经是落后了 如果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 因为某种程度我们可以讲说 川普因为他是挑战者然后在野 他当然可以比较不负责任的 去做一些选举上的一种宣誓 或者表态比较强势 可是一方面民主党 他相对来讲 在这个议题上面来讲 是比较看全局 然后二方面他是一个现任者 所以他也比较会保守一些些 那在这些议题上面来讲的话 如果这个战争一直都是伟大不掉的话 他也对于拜登来讲的话 会形成非常大的压力 最后一个的话就是说 他会不会联动的影响到整个在俄乌战争上面的一个正当性 因为如果你用两套标准 俄乌战争这样子的打下去 你说这个俄罗斯是战争罪 他有很大的这个人道上面的一个错误 那以色列呢 结果你默许他的话 所以当然其他的国家也会质疑说 那你美国是不是两套标准 双标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回力标会打好自己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 对于美国来说的这个压力 是来自于各个方面 然后全球的布局 选举的考量 甚至也会影响到欧洲的这个战情 这阵子对于俄乌战争比较少听到了 但现在看到说 美国如果真的是看大局的话 现在怎么办呢 在俄乌战场这边 现在看到最新就是 美国的军援资金要耗尽了吗 美国政府在3号宣布 对于乌克兰提供 4.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方案 这笔军援是根据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 这当中所提供的资金 但是请记得这是最后一笔资金了 那么这笔军援当中 说4.25亿美元 其中有3亿美元会用在雷射导引弹药 那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来 击落俄罗斯的无人机 好 现在看到说4.25亿 是新的援助方案 但是也是最后一笔了 原本本来说要追加 就是在一个package 一整个预算方案当中 有600多亿 但是我们都知道 现在被众议院挡下来了 后续对于乌克兰的军援 眼看就要断催了吗 张志哥 我不认为会断催了 但是现在主要在整个 对于乌克兰的援助 在美国的国内 主要还是因为共和党的部分的态度 那共和党的态度当中 第一个倒也不只是 针对乌克兰这件事情 我想主要还是针对于大选 总统大选当中要去干阁 或者要去卡拜登的这个部分 他整个在外交或整个国防当中 或全球的部分的这个成就表现 核心还是在这一点 而且我们再看 在这一次他其实的武器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也不只是这个打无人机的部分 其实包括他现在 包括海马士 包括火炮系统 还有短程的防空系统 说实在的也恰好 还是现在乌克兰 此刻在打仗要的 而且我们不要忘记 其实对乌克兰战争这件事情 不只是钱这件事情 乌兰战争打到现在总体来说 乌克兰作为美国的代理人战争 最核心最核心的意义 就是还是要把俄罗斯卡住 要把普京整个 在国际的影响力才是拖垮 这个是完全没有改变的大战略 也就是说共和党再怎么为了 拜登在国内的这些选举的部分的诉求 这个国家级的战略 这个部分是不可能有所影响 当然可能在这个军员上 在军援的这个军员上当中 多多少少 或现在尾巴战争 可能有一些分驰了一些军费预算 美国自己本身现在也有点捉襟见肘 但我们现在就整体看美国的舆论报道来说 美国现在也自己也知道这个问题 现在在整个国防的全球的预算军援当中 看得出来他们在做一个总体的大调控 所以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部分 应该只是调控的过程之一 要断吹我觉得还说太早了 这波军援是紧接着在普丁发动对乌克兰今年最大规模的攻势之后 根据乌克兰的内政部长 他们对外界表示说 在24小时之内 乌克兰有10个州的118个聚落 遭到敌火的炮击 这也创下了今年以来 遭到攻击城市跟村落数量最高的记录 另一方面俄罗斯持续的派出大量的无人机 还是这个夜以近日展开不停的攻击 现在看到俄罗斯选在这个时间点 发动今年以来 就目前统计是最大规模的攻势 这是不是已经觉得说 美国在处理中东这些冲突局势上面 已经捉襟见处 无暇顾到乌克兰了 所以正好这是一个非常棒的timing 老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当然就是说 以他战争的压力 当然是乌克兰或者说俄罗斯战争 增压的这个一个条件之一 因为当然俄罗斯当然会觉得说 现在这个封烟四起 然后影响到俄罗斯战争 最重要的外部势力 一个就是欧盟 北约 还有一个当然就是个别来讲的话 就是美国 那在这样情况底下 如果美国已经自顾不暇 或者说在重要的这个重心 都是放在以他的冲突上面来说的话 那当然给了俄罗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 因为注意力至少一定被分散 对 所以他在国际上的舆论的压力 或者说这个对于乌克兰的一些军援 等等都有可能会产生了一些扭转 那我另外更觉得说重要的是在于说 有两个条件 导致于说现在看起来俄罗斯 有这样子的机会 可以来进行军事上的加压 第一个还是气候了 就是说现在又进入到冬天 我们不要忘了就是说之前 在前一波的这个战事的时候 的一个高峰也是在冬天 因为一般来说的话 在冬天的时候 来进行军事上的一种布局 跟这个对于侵略国的 这样子的一个压力来说的话 它是比较容易会造成 被侵略国的一个巨大的一个 防守上的压力跟成本 所以我觉得对于俄罗斯来说 冬天就是发动攻击的比较好的一个时机点 那另外第二个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看到说 战事拖了那么久 其实欧盟内部已经出现分歧的声音了 这样子的一个分歧的声音 就是刚刚说的 一方面美国也被迫要抽一只手出来 然后连欧盟自己也要抽了一只手出来的话 那当然对于俄罗斯来说压力就会变得很少 过去我们只有看到匈牙利 可能在这个议题上面是比较倾向于说 没有那么的去力挺乌克兰 甚至是支持俄罗斯 但现在看到有另一个国家也决定停下来了 就是斯洛巴克 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 非常重要的讯号 那有很多欧洲的智库开始在研究说 如果欧盟没有办法在所有的国家里面去协调 一致对于乌克兰的一个支援的立场 而且持续的给予 不是只有口头上 要继续的用物资上面的一个支援的话 那么会导致欧盟内部的一个分裂 那现在斯洛巴克开第一枪 如果欧盟没有办法踩刹车 要求斯洛巴克要归队 那一定会有更多的国家想说 斯洛巴克都可以不投入 那为什么我要继续投入 我们现在也冬天了 也要面临到国内很多民生的压力跟考虑 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好好处理 斯洛巴克这个案例的话 那么我相信这可能会是 接下来骨牌的一个开始 那对于俄罗斯来说 当然会把握这个契机 持续的加压 所以不排除说 未来还会有更大一波规模的攻击 至少不会减压 而且更甚至还有一个阴谋论 这个当然就是没办法证实的 就是我前一阵子也传出来说 是不是普丁身体有一点状况 所以是不是俄罗斯自己内部 也有一些这个变局 然后导致于说 他必须要开始在外部的这个战争上面 要取得一个比较明显的成果 来舒缓国内的这个压力 所以其实很多因素的考量 我觉得都可以在这个战争的后续来说 就进一步去做观察 而且战争再也再次应验了一句话 就是久战无盟友 就是说时间一长了之后 这也是为什么你拉回到这个 我们刚刚讲到中东这个局势来看的话 李斯坦现在也希望是速战速决 他也很担心说 这战争一拉长之后 其实国际的势力 或者说一些压力的话 对他来说也是不利的 当然除了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之外 普丁还签署了一项法案 就是正式撤销了 全面禁止核子世报条约 不过俄罗斯方面表示说 有前提了 除非是美国率先恢复核世报 否则俄罗斯这边 莫斯科方面是不会跟进的 但也强调说撤销条约 并不会改变目前俄罗斯的核态势 文教老师您怎么分析 普丁在这个核武战略上 他背后的意图 其实他的一个 他这次突然在11月2号 丢出这个全面禁止核世报条约 显得一件他的真实意图 当然就是拥核之中 拥核之中 威核 对 威责 所谓的核威责 那两个层面来分析 第一个分析是 其实就基本条件来看 现在俄罗斯 它现在拥有的核弹头 现在是全世界最多的 我们去非政府组织的挪威人民援助 他的一个核武器的监政报告里面 其实现在全球大概有9500多枚 那俄罗斯它拥有了将近有5889枚 这么多 超过一半 那这样它其实 这个对它而言是唯一的利器 唯一的利器 那所以它当然用这个威力器来做一个压制 两个压制 一个是这个所谓的从乌尔战争 它其实这么长时间 其实它最后还是用核来最后 就是后盾 当做最后的筹码 对 那此外年代的变动尾巴 甚至以后的不管是台海 或是所谓的朝鲜半岛 可能它都会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 这个有利的筹码来援助中国 或者伊朗或者是这个北朝鲜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 它当然就是这次它谈也是针对美国而来的 美国而来 因为其实呢 我们知道它拥有这么多的这个核武器呢 它当然就是它如果说它一旦这个所谓的 它废止掉了 它就显得它的战略更加自主 更加灵活 而且更加有威责性 那凸显了美俄之间的关系 现在已经也恶化了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 美国当然是会比较担心 其实西方国家也担心 因为一旦呢 在整个乌俄战争 甚至这次的这个所谓的乙巴战争 如果说一旦发生这个事情之后 会不会造成另外一个所谓的 我们不能掌控的一个局面 这也是西方国家所担忧的 那当然这时候呢 这个俄罗斯来用这个所谓的 用这个条约来告诉全球 它还在 而且它是真正的最大的一个敌 最大的国家 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大国 拥有核武的大国 像北朝鲜一样 为什么大家都怕金针呢 因为它有这个核武器的道理一样 那相对的 其实大家也怕以色列 有太过于冲动的一个举动 因为我们别忘记了 以色列也拥有了核武 外界都在关注 这俄乌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多了 马上就要快两年了 那什么时候会结束 乌克兰的外交部副部长 他就宣布说 基辅现在计划在乌克兰 要举办一个世界领导人的和平峰会 那么他特别提到说 在国际方面仍然对于和平计划 有兴趣的前提之下 到时候乌克兰方面 就会邀请各国的元首 来出席这个和平峰会 听到和平峰会确实有点讽刺 就是说 办这个和平峰会 现在就在战争当中 市值特别也想要找一个 尽可能的结束战争的台阶 也赶快下来 市长我们在国际政治或国际社会里面 两国相争的时候 尤其发生战争的时候 大国或强国 往往越希望的是 外界的干预越少越好 小国希望的是外界的干预越多越好 取求国际的支持 没错 就是这个一个基本的概念 所以其实不管是两岸 不管是以哈 包括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这个这个冲突上 其实俄罗斯当然一直希望的是 外界的干预越少越好 乌克兰就希望是抱团取暖 他甚至是把自己的国家利益 跟整个欧盟的利益绑在一起 过去来 这个策略其实非常的明确 所以你说他办这个和平峰会 不外乎就是继续延续 他希望把自己国内的这个利益 跟过去是跟可能北约 跟欧盟 甚至现在扩大到全世界 希望跟全世界的利益绑在一起 这第一点 第二点是 其实乌克兰其实他也感觉到 就是说因为以哈的冲突 所以对他们来说其实有一部分的影响 我们也可以回来看 以色列他也希望外界的干预越少越好 因为他跟哈马斯比特他是强势的 所以你说乌克兰他现在做这件事情 第一个他尽量是以多边主义 来解决这个战争的分歧 他不可能接受双边 也就是我跟俄罗斯坐下来谈 为什么 我没有任何的筹码 我没有任何资本可以跟他谈 我只有当我后面站着国际社会的时候 我才有这个资本去跟俄罗斯谈 所以你说他要不要跟俄罗斯做双边的 我认为不太可能 当然他也是希望就是赶快结束战争 因为对不管是俄罗斯也好 对乌克兰也好 继续打下去都没有任何的帮助 所以主要目的还是寻求更多的 国际的这些国家来支持 但是像刚才上次哥分析的 在整个美国的大战略下 这种问题到底是乌克兰就能够说的算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回到欢迎全世界 我们继续来看的就是澳洲 澳洲总理埃班尼斯 从今天开始展开为期四天的访中之旅 那这也是七年来 澳洲总理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 之前我们都知道 Morris他是站在一个很抗中的立场 不过艾班尼斯他立场稍微调整了一些 但是现在怎么看 就是接下来从2023 甚至要马上进入2024 澳洲跟中国大陆之间 这个中澳之间 目前都希望维持在一个 什么样的中澳关系 很高端的关系 我现在这里来看 而且也看得出来 中国续图在建立一个 在现在的国际当中的大国 所谓像澳洲这样的大国 他要建立一个新的 在疫情之后的一个 大家友好贸易 而且以贸易经济互相共融的 一个高规基础 他来建立这个样板或模板 我们怎么说呢 我们首先来看 这一次其实艾班尼斯去 当然外长去了 那黄英贤去了 那贸易部长法瑞尔也去了 重点我们来看他见谁 他见了习近平 而且还见了人大的委员长 赵乐际 李强 只要在国际当中 我们要看中国大陆接待规格 如果这三个人 见的是最高规格 没有比这个更高了 所以他们在这次去 那当然肯定到这个规格当中 他不会就只是互访 接下来这互访的最后的结果 就会推出中澳之间的 具体的经贸合作 这绝对是前期在幕僚当中 作业的最后丢出一个厉害的 中澳的一个合作的 经贸的具体的 这些订单等等之类的 那我们要知道 其实在知道 从阿波利斯在去年5月上任之后 可以说中澳的部分 从冰点当中一路的起来 从我自己来看国际观察当中 那个起来曲线可不是缓的 它那个部分曲线就是这样的 是极深 一年多以来 已经实际上中国大陆开放的 跟过去莫里斯比起来 更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我刚刚强调的部分是 我们现在对比 中国大陆在这对 环太平洋中间的国家的关系 我们比照菲律宾 比照了越南 甚至连中澳这么远的 我们知道澳洲 其实是美国的小老弟啊 对吧 所以而且在军事战略上当中 是靠着美国的 可是现在中澳的关系 甚至超过菲律宾跟越南 所以我在描述部分 他要建立一个中国 现在在大国之间 经济 我们用这样子的澳洲规格 未来德国 法国 欧盟里头 谁是这样的规格 那就大家继续往前走 所以这次特别值得来看 中澳之间最后在访问之后 结果推出来的 中澳的合作具体的订单 跟合作的这些资金的规模 合作的项目的细密程度值得观察 特别讲到的经济 我们前面也提到说 中方在最近几个月 看到是放松了 对澳洲的大卖 煤炭 木材 这些商品的贸易壁垒 但是对澳洲像龙虾 牛肉 这些相关商品的进口 还是有存在限制 目前也正在对澳洲的葡萄酒 进行关税方面的审查 现在这个审查的结果 还在等待当中 澳洲在地缘政治上 我们看到它不再仅仅是说 定位自己是一个南太领导国家 不过从经贸上来看 现在澳洲双方互相都有筹码 但各自的筹码是什么呢 老师您觉得 我是觉得说 澳洲跟中国在过去一轮的 经济上面的一个冲突 都已经对两国的经济来讲 造成一定的伤害 可能对澳洲来说尤其是 某种程度来讲的话 我们在讲说 外交上面的竞争跟合作的时候 要不就是说两个国家的合作 是因为有共同的压力来源 或者说两个国家的合作 可以共同创造经济上面的 或者是共同的好处 那刚刚这个 像这个也提到说 可能美国跟澳洲 他们是来自于共同的 安全上面的一个压力 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 是一个地缘政治上的一个压力 所以澳洲在这个部分 安全上面的议题就跟着美国 好像是变成美国的小老弟 但是他们也看到说 在经济议题上面来讲的话 如果持续跟中国对抗下去的话 那某种程度来讲会对澳洲的内政 或者是经济的压力来说 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说 这个爱班尼斯上台了以后 工党上台了以后 他就完全的翻转了过去的 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那我们不敢讲说 在外交的这个部分来讲 会被打爆处理 也就是说经济跟安全 会被一口气的翻转 可能不至于 但是至少在经济上面来说的话 那爱班尼斯 就是说代表工党的立场来讲 是希望说不要是完全跟中国 断绝这个交往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说 那两国后续来讲 除了这一波的 这样子的一个贸易别的解除以外 其实我觉得观众朋友 也可以稍微仔细的去看一下 某种程度来讲 放宽的这个部分 可能对于中国来说 也有它的需要性 所以继续封锁的那个部分 对于中国来说的话 你说像龙虾啦 牛肉啦 葡萄酒 那是不是中国一定要它进口 或者说是不是这个 对于中国来讲的话 这些东西继续不进口 减少进口 有什么造成大的伤害吗 不见得会有 但是你说像木材煤炭 这些是属于原物料 甚至是属于工业发展的 重要的一些原料来讲的话 他觉得说现在来放宽的话 对澳洲是释放善意 我觉得还包含像铁砂也是 然后铁砂可能是在 下一波会开放的这个范围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可能对于中国来说 它也需要 所以释放一个善意双赢 但是我也不是完全的 就跟你讲说 OK那真的是一笑闽恩仇 龙虾还是不行 红酒还是不行 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 继续不让你进口 或者是用课比较高的关税 我们没差嘛 现在老百姓可能对于中国来说 它也不是必要的 这样子的一个民生物资 所以我觉得还是在于 各自的利益去做一个考量 那当然就还是看 因为现在某种程度来讲 这个爱班尼斯还是在中国 因为这个上海的 这个进口博览会正在进行中 所以会不会有在谈到 更突破性的一个发展 或者是后续 会不会也看到说 习近平也接下来 有没有机会 甚至到澳洲去做访问 这个可能都是一个指标 这总是在谈的过程当中 就是各取所需 对 那但是这次爱班尼斯去 还有一项任务 因为这个就是跟交涉放人有关 要放谁呢 就是这位在画面当中 我们看到的澳洲华裔作家 叫杨恒均 他已经在中国大陆 被关押超过四年了 杨恒均的两个儿子 现在都已经二十三十岁了 两个儿子就写信给爱班尼斯 希望爱班尼斯这一次 那么向中方能够表达 希望中方能够赶快地 把他们的爸爸放出来 10月28号 特别就是写给爱班尼斯 希望他能够采取行动 爱班尼斯也表示说 在访华期间 将会对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领导高层 表达出对于杨恒均的关切 在杨恒均之前 大家知道在十月份 释放的是一位叫陈磊 陈磊是在2020年被控 涉嫌了间谍罪而被关押 十月就是2023年的十月 才被释放 但现在还被关押的 就是我们刚才所聊到的杨恒均 那么一位前广东电视台澳洲籍的主播 叫做哈定 他说2021年他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曾经有人找他暗中的去搜集澳洲的情报 我特别想问文贾老师 因为对情报方面比较有研究 澳洲为什么现在也变成一个 好像很重要的一个情报交换的一个重地呢 我应该先这么讲啊 因为澳洲呢 他之所以成为是一个美中情报的一个重地呢 那来自于美中一个竞争的博弈 因为其实呢 这个情报呢 具有先战之战 无论你是外交战 无论是军事战或是经济战 显然间你就先掌握对方的资讯 他的战略等等这些布局 我们才能有效的因应嘛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中美呢 在澳洲呢 展开这个所谓的非常激烈的一个 就是一个军事外交跟这个经济的一个战争 引发呢 这澳洲是非常 现在扮演的非常举着轻重的角色 也就等于说 澳洲是没法去抵抗地缘政治的一个压力 他必须得在这个战场上 让中美之间呢 在那种地方做一个情报的部署 那所以呢 最近看到这个两个案例 就是在澳洲的这个 这个澳洲籍的公民到了中国 然后就接受 就是受到拘捕 那当然这个人 就牵扯到一个情报跟人质 人质事件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彰显出来 那我看来呢 其实在中国呢 他现在刻意在澳洲部署呢 其实当然就是除了他了解美国情况之外 他也要趁机来分化澳洲跟这个 跟美国的关系 因为澳洲跟中国的关系的 之前之所有恶化 是因为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嘛 那其实这次去 虽然澳洲的这个阿尔巴尼斯去了中国 其实眼见看台面上是很乐观 那实际上他还是很悲观的成分在 因为美国会在后面撤走 那所以中国也利用这个机会呢 来制造很多的问题 让澳洲呢 觉得说也不要忽略到中国 对他的一个地缘的威胁 对他的这个经济的威胁 对他的外交的威胁 不简单再追问一下 在刚才我们提到说中澳关系趋向和缓 而且是慢慢回温的这个情况之下 那现在放了成蕾之后 您觉得我们刚刚提到杨恒均 他被释放的机会大吗 我觉得那就要看这个 就是中国的态度 我记得在中央出马席会的时候 我们也曾经有这个案例发生过 其实当初也释放了我们两个情报人员 被他们拘捕的换回来 那时候形势我觉得是一片好转 那时机随着现在的状况 又越紧张了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在情报站里面呢 其实因为呈现了不种 各种这个所谓的一个宏观的影响面之下 会呈现一张一辞的一个关系 澳洲国防部呢在日前证实 他们要派遣超过200名指参人员 参与在12月在日本所举行的 山鹰地面联合演训 那这个山鹰联合演训呢 这次澳洲是第一个受邀参与的国家 那这个作战行动当中呢 澳洲在跟这个日本方面 还有美国方面 指参人员会学习到演练跟规划 大规模的这个作战行动 好 澳洲在跟日本签署了 相互准入协定之后 就看到跟日本方面呢 提升了这个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 所以现在看到透过军事 透过防务的合作 把触角从原本的南泰 延伸到了印太地区 那究竟是基于主动的考量 还是说被动的配合 一战怎么看 其实先看澳洲总理这一次访华之前 他已经先去美国 跟拜登见过面 我现在认为就是说第一个 澳洲他的国防政策 或者他的外交政策 一定不可能超过美国给他的一个范围 我认为现在是大概有 我会讲说有三只手 外交要握手 经济要手牵手 但是军事要防疫手 他们现在其实 军事防疫手 对 军事要防疫手 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就有三只手 目前来看的话 因为其实从美国 我这次现在对中国大陆的一个政策上的改变 基本上也是往这个方向走 那么接下来要见面嘛 好 那么回到说军事上 其实他还是回到一个四方会谈 当时的一个基本框架 就是美日澳跟印度 美日澳印 这四方会谈呢 其实当时就是希望说 除了在这个南澳以外 我们讲南太平洋以外 也包含要扩及到整个印度洋 这一次日本让他这个澳洲参加 这个我们叫做相互准入协定 其实当然在军事上面它是一个突破 因为它等于是让澳洲的部队 可以直接到日本去 不管演训也好 不管是参与训练 或者是在各方面 包含连参谋官都可以过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其实从之前 澳洲总理防美 然后并且一个共同声言来看 最重要的还是 他们认为在军事上 不希望中国大陆 不管在南海 在台海 有任何要去改变现状的可能性 所以我认为演训 还是都是为了而来 OK 好 等一下回来 我们要来看的就是 现在大家关注 回到台湾的大选剩下70多天了 但现在蓝白河还没搞定 怎么观察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欢迎全世界 大选剩下70天了 现在看到蓝白河 是不是要走回原点了 在这两天看到有个重大进展 就是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他表明说 他愿意采取全民调 但是他也愿意 在误差范围之内做出礼让 这个昨天也被媒体问到说 这误差范围到底是指什么 民调误差范围大部分都是3% 他说在民众党是回应是说 大概1.8%到3%之内 如果是在这个误差范围内 他愿意礼让 他当副手没问题 对于民众党这边出招了 所以国民党这边的最新回应 就是由的主席朱立伦 就提醒说不要再走回原点了 但间接也就是否定了 用全民调的方式 不过朱立伦呢 这边也抛出了日本模式 跟德国模式这两个模式 什么是日本跟德国模式呢 除了民意调查之外 侯科对上赖销 或者是科侯对上赖销 就是说相对式 就是对比式的民调 日本模式是参照日本自民党 还会请这个蓝白立委 参选人投票来选出人选 而德国的模式 则是参照德国国会的联立制 那么会纳入政党的支持度 现在看到蓝白和 现在到底合不合 我觉得这是非绿选民 最关心的事情 不过现在已经进入到政党协商了 大家想说 当然为了分配这些事情 有人说是分配 有人说是分赃 不管是分配或是分赃 现在蓝白究竟合不合 为什么还一直陷在全民调 或者是部分民调的 这个思考当中呢 沈老师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 对于国民党来说 那这个局 他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看 我们当然也认在这边 或许待会会有更多的这个内幕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但我个人从旁边做观察 我会认为说一路这样过来 国民党是把它拆成两个层次 一个是国会的合作 或者未来政策的合作 还有一个就是说 短时间之内 到底总统该怎么样 来共同赢得胜选 那这两条轴线 分别是由两位领导人 在进行去做规划跟布局 那朱立伦看到 就是说他希望透过政党协商 既然是政党协商 他谈的当然就是在国会的层次 还有未来政策的这个部分 所以谈所谓的联合内阁 或者说有几个重要的这些政策的方向 那这个是朱立伦他来去做操刀 那选举的部分到底谁振谁负 或者说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说的话 可能还是要尊重侯友宜的意见 因为侯友宜毕竟他是候选人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议题上面来讲的话 对于民众党来说的话 他相对单纯 为什么 因为民众党是一人政党 所以对于这个选前的选举要怎么合作 还有选后的两党要怎么合作 都是柯文哲一个人说了算 所以现在看起来会比较容易触交 或者说看起来会比较容易 有产生分歧的原因 就是在于说 他同时要面对朱立伦 也同时要面对侯友宜 然后看起来的话 好像在面对朱立伦的那一块来说 是比较多可以谈的这个空间 可是在面对到侯友宜的时候 侯友宜是比较 用一些比较高姿态 或者是比较硬的这样子的一种规则 来去跟这个柯文哲做谈判 不太愿意妥协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来讲说 蓝白到底要怎么合 那对于民众党来说的话 他可能就是完全就是柯文哲自己 在做最后的一个盘算跟决定 但是国民党内部可能还必须要去看 就算是谈出了一个 这个朱立伦可以接受的 那侯友宜接不接受 甚至是就算两个人都接受 国民党其他的地方上的 这些政治人物要不要接受 你刚刚提到说 还是要尊重候选人的决定 那候选人就是侯友宜 侯友宜已经说出重话了 侯友宜针对蓝白河 不是已经下了最后通牒了吗 说三号就是最后期限 然后过了就什么都不用谈了 他特别用了火车过站就不等人 时间也不等人 当然国民党基层也出现声音 说不要再讲什么蓝白河了 干脆就自己勇敢一点 勇肿一点 我们就自己选了 选到底 那现在最新也听到 说这火车过站说 但是朱立伦讲的是 火车还没进站 上志哥请问一下 你觉得现在火车到哪里了 我觉得中国字很好玩 大概接着你选民看就叫破局了 可能我们就叫做回到原点 真有意思 我首先讲侯涵配这件事情 侯涵配最近韩国瑜这件事情又被点名 这是最近在基层冒出来的声音 大家也在关注从哪里冒出来 我想其实大家查了半天 大概是这样有两个 第一个部分是确实是基层的期待值 就像刚刚何荣所讲的 一旦如果国民党自己就选了啦 就戏卡都了啦 就这样走下去了 那么当然也不管大局 赖清德也不管了 那就是说维持国民党的这个面子 大党泱泱嘛 就这样下去的话 那这里头国民党 大概最有可能胜选程式 就是有机会大概就侯涵配 但是这个是基层放话的期待值 另外一路是不同 另外一步是对于韩国瑜抱不平 我们听到的部分是主要是 在这一波 当时韩国瑜表达要统估 韩国瑜表达很多东西 也对侯涵的部分该力挺了也力挺了 可是看得出来就朱立伦的部分 没有让韩国瑜有太多 可以跳出来的空间 不分区也没给 统估或这些部分表现 都没有韩国瑜的空间 所以基层上当中 有一些支持韩国瑜的觉得 他怎么可以在这场选战出席 所以这两路在侯涵配当中 才是真实的思路了 今天最新就是在台北市的 这个侯友宜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我看到几位这个国民党籍的 市议员要选立委的 呼类儿童都在脸书po出了当然这个活动通知 你看到大海报上面 当然后瑜是中间 然后另外一个是台北市 因为是蒋万安嘛 旁边就是韩国瑜 对 我想这个当中有很大的意义是 如果说蓝白能够合的话 万一万一 因为小金门嘛 小金门如果柯文哲比如说给站台 他当然可以把白的票 而且这里头 特别是对于那些五五波的 跟绿营的当中 这监困选区会有帮助 但一旦这个东西没有了 蓝白和没有 柯文哲来站台就没这回事了 而这里头在党内 整体来说有席票机的部分 那当然就韩国瑜 我想刚刚其实何荣讲的是这一点 但我要表达一点就是说 现在其实整体来说到政党层次了 说实在的 我们看到侯友宜现在的部分 他所说的一切 都可以理解他背后 大部分还是金普聪的思路 在这个里头来推动 并不是侯友宜自己的思路 所以再可以看到侯友宜跟朱立伦 还是有一些落差 这个没有一意的 但是随着现在只剩70天了 到接下来往下走的部分 真的是政党的层次 说尊重参选人 也就是尊重侯友宜这件事情 我认为后面并不是不尊重 国民党也没有别的牌可以打 一定要继续走下去 只是说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相信真正的取决了权力 现在在布局当中 真的那个权力还是在助立伦 因为他还要顾及的部分是小鸡们 顾及了最后冲刺当中 整个国民党的金流 哇 还有多少钱的这个部分 都让国民党没什么钱 所以可以这样子问是说 现在如果蓝白合不成 韩国瑜能不能够成为一招火旗 关键还是在朱立伦 可是看起来朱立伦不会给他机会 好 我个人的观察 那您刚刚提到柯文哲 如果合不成 蓝白最后合不成 柯文哲会不会帮蓝营的小鸡站台 会是一个关键 你觉得如果柯文哲因为蓝白不合了 不站台对蓝营立伟的选情 会有多大影响 是这么看吧 这个柯文哲这么站台 我觉得对于国民党本身自己的立伟 目前来看的话有几区是有礼让嘛 对不对 那至于其他区 你说真的影响很大吗 也许一个月以前我相信会有影响 但是这个时间又过了一个月 这个月柯文哲的态度 我不要去称他为反反复复 应该是说他会有一些 他自己的节奏跟步调 他有自己的考量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过去对于蓝白和 很多国民党的基层的一些民众 对于蓝白和原本的那些期待 其实是被柯文哲 我觉得消磨殆尽 包括他展现出来的态度 所以你说真的柯文哲再去帮国民党立委 不管是站台与否 我认为也许他的效益不如韩国瑜来得大 这是我第一个我的判断 所以立委选举如果我们讲去立委的话 其实立委跟立委之间自己去做合作 我觉得反而来得更好 比如说之前像林嘉欣在台中他竞选总部成立的时候 他就有请蔡碧如去 而当时卢秀燕也在 所以其实所谓的母鸡 柯文哲到底可不可以去适当的在国民党内部扮演他是秤职的母鸡 我认为时间已经过了 时间已经过了 国民党自己内部还有其他的母鸡 所以我认为对立委选举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另外一位大家别忘了他 还有郭台铭 郭台铭这两天我们看到他浩浩荡荡的就是送连述书 最后一天送交连述书的日子 他们阵营是说送交了103万6778份的连述书 原先我们之前讨论说大概29万份是门槛 不过现在送交是103万 可是交给中选会还有中选会认定 有多少份是完全符合中选会的规定的 这个数字可能要在之后才会知道 不过103万果然是符合了之前大家所预期的 绝对是先拼面子拼出百万再说 但中间也闹出了不少的争议 文教老师怎么看郭台铭现在看得出来 还是要选到底 而且最新的民调我昨天才看了5%左右 他还是有5%的这个影响力 你怎么看就是说他到底是 这个是要打算是拿这个5%当做他继续选的本钱 还是说跟蓝银这边不管是蓝或者是白 来校正的本钱 那当然拿到这么多连署103万就是要接力死利 这是没问题的 103万现在是交出去的 这样子因为我每次分配到这个郭台铭 所以我对郭台铭也特别有去研究 因为其实在历史看起来像2000年的时候 宋楚瑜他那时候连署106万 但是后来他审核过94万 但是后来他拿到的这个票是466万 那此外呢在2012年的时候 宋楚瑜又连署一次 他那时候呢这个连署了44万票 然后呢他拿到36万 其实是有落差的 但是我看起来呢这个郭台铭是拿103万票 那有效票可能他会落在90万 少了10万如果按照宋楚瑜的例子来看 这样才有90万 我们知道这个郭台铭呢有钱就是任性 他这个时候他如果是继续再去撒钱的话 那显得一见了这个是非常关键 所以我呢我是觉得说其实郭台铭 他这么有钱其实他应该好好的 虽然现在整个这个蓝绿的这个媒体 都是忽略他 但是他可以去在媒体上去大作文章 激励使力我觉得呢 这也是他能够突破重围 此外呢他能让他影响这个关键少数 因为还有16天 如果他这几天能够造势的话 那这样子我觉得蓝白呢可能会找他 因为毕竟他的宗旨是 他要促进非绿的一个团结 然后呢此外他也要去政党轮替嘛 我觉得这个部分呢也是郭台铭 现在不管是要选不选 不是他最重要的筹码 那如果真的是您所说的 七八十万票当做一个谈的筹码 不管是找蓝的谈找白的谈 那问一句这要怎么谈啊 不可能跟蓝谈啦 就是朱立伦就跟他打 而且他们就有点猴云到他楼下 都不见面 他都没有跟蓝谈 他现在其实大概就是跟柯文哲 那跟柯文哲现在当然就是 他们先前去公庙之后 你看结束之后就一起还去吃饭 还帮他做了素菜 那看起来现在就是说 当然首先郭台铭要到省下去 他现在有 就这边新潮流 绿营在查绿营在查